中国军机最近动作频繁 对美国拜登政府压力测试 除了进入台湾西南空域之外 美国罗斯福号航母战斗群 则是经由巴士海峡进入南海 美中角力之下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指出 美国和中国不会发生战争 但是可能会选在东沙群岛 或是金门爆发冲突 将会是新版的古巴危机 美军航母战斗群演续 模拟遭到共军战机袭击时 以反舰导弹反击 美中强权持续在南海角力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 纪思道就以中国可能是拜登噩梦 撰文说美中战争可能不会发生 但如果有军事冲突的话 地点可能选在东沙群岛或是金门 中国可能入侵其中一个岛屿 来向台湾施压 像是切断海底网络光缆 阻止石油输入 或者瘫痪台湾银行系统 尽管全面入侵台湾的可能性小 但东沙跟金门发生冲突的几率 却是这十几年来最高的 美国很可能陷入自古巴导弹危机以来 最危险的核子大国对抗事件 东沙岛是可以监视附近潜舰出没的地方 而且东沙岛有机场 它可以做战略上的延伸 所以东沙岛在中共军事 还有战略地缘战略的考量上面 是比较相对于重要的 前控居副司令认为 对岸基于东沙群岛可能性高 而最近中国军机密集扰台 难道共军5舰意在东沙吗 国防部每天都会公布共机资讯 但上个月31号首度披露美国军机讯息 但型号航机跟画面则没有公开 你掌握这些时态 这些时间的紧迫性 让全民都了解 也知道人民也知道 国军在束手第一线的国防 尤其是空防上的作业是很积极的 台湾新南空域很热闹 中国明显针对美军航舰在南海行动而来 也是对拜登政府在台海跟南海热区的压力测试 记者小伯秀生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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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